各位委员,各位请一下新闻局的书记长 请局长 委员好,好,书记长你好 那我想我今天是来谈颜著名的媒体这个部分 那我要先跟局长说明一下 我想新闻局应该都很清楚 我过去我在新闻局我是服务过两年半 我跟我们本宴的黄一娇委员是新闻局出来的 那第二个是,这个我自己本身到英国去念学位 念我的博士论文就是颜著名媒体 博士论文 那我今天要谈的就是说颜著名媒体的一个定位跟方向 那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你过去,你对颜著名媒体的了解是多少 各位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圆明台的部分是圆明会这边以委办的方式请公司来执行 没有错 那相关的一些,台湾主要的原著名媒体大概就是圆明台比较多 预算也比较多,资源也比较多 但是我在国外念那个原著名媒体,我的一个经验 一个学理是这样,我研究澳洲,纽西兰,美国,加拿大 就说颜著名的媒体他是应该要走出他一个独立的一个自主了 公网集团公共电视来协助这个少数族群的电视台 但是并不一定说,政府编列预算补助的电视台都应该是属于公共电视 颜著名媒体他有他这个族群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你不能说,政府编列,颜民会编列三亿七千万,这个给公司来自播 就说这个认定,颜民台应该是公广集团的一环 理由有两个 那我要让局长知道一下 第一个 我们研究民族基本法94年2月5号公布第十二条规定 政府应保障颜著名传播及媒体金融钱 成立财团法人研究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这是颜著名族基本法94年2月5号已经删除通过的 第十二条有这规定 再根据颜著名族交易法第29条规定 这个颜著名族交易法是93年9月1号公布的 为设置颜著名族专属频道及经营文化传播媒体事业 成立财团法人研究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所以这两个法已经规定了 将来颜著名的媒体应该我们要设置颜著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本席在上一届的时候 在上一届的时候 已经朝领完成了颜著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草案 在上一届的最后一个会期的 最后一天通过的96年12月21号已经通过了 那我要跟局长说明哈 因为去年通过了之后 因为去年颜民会没有这个基金两千万 所以去年等于是延峰不动都没有在动 那今年开始编了他的一个创立基金两千万 现在开始运作了 所以我一直在内政委员会 我拜托我们张仁湘前任的主委 赶快把这个推动 因为我们这个法已经通过了 因为去年已经耽误了一年 今年呢 在今年的9月8号 董监事会已经成立了 董监事会成立了 董事长跟这个执行长也一句 这样一个争选的条例也选出来了 董事会已经成立了 那今天我很遗憾的就是说 我们公广集团啊 公私基金会 从以前开始一直背革我的版本 想要在公广集团里面 继续把延民台 纳入到这个公广集团 因为为什么 因为无限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 说延民台的直播 交由公私基金会来办理 你这个是跟我们现在 研究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过去那个还没成立 那没话讲 现在已经成立了 董事会都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今天 公广集团 是不是还是说 你们要修公私法的修登案 要把延民台还是继续发在公广集团 到底我们延民台是要听 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的 还是继续听你公私基金会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延民台在公广集团 确实有很多的 一些不管是人事的 或者是一些经费的 甚至于我们延民台记者的一些福利 没有办法跟公私的记者是同工同酬 很多问题 所以我这个过去四年来 我在立法院开过五次公听会 为了延民台 所以你今天我实在搞不清楚 为什么公私 公广集团 你为什么还会继续把延民台会放在 想要说用公私法的修正案来背个我这个版本 所以今天我今天要谈的是说 延住民族电视台跟客家电视台不一样哦 客家电视台跟延民台 延民台是有法言的依据 就是我刚才念的 延住民族基本法 延住民族教育法 今天我是希望公私公广集团 你们要了解啊 董事长那个郑董事长可不可以上来 郑董事长 听说最近你在在公广集团里面 你就是找了一些公私派的这些我们延住民的记者想要说继续啊把这个延延民台继续发贷 他说我们延民台到底要是要听哪一个爸爸 我们有两个爸爸啊 一个是公私基金会 一个是延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 你觉得延民台应该是要受我们延住民化事业基金会还是公私基金会来补导哪一个 包委员我们现在跟 呃远民台 远民会的签约我们现在是按照那个约合约那这个约呢是根据公股处理 每年的三亿期间三亿四亿的 三亿四亿的经费 呃听说我们公私啊营运不散啊我们这边啊有很多一些冻结案 来补你们这样的一个缺口 包委员刚好相反 因为去年来说因为那个预算 远民台的预算一直有困难 所以是公私先支应 而且因为远民台现在是用标案的方式 都是公私先垫的钱 然后在呃每一季之后再结算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任期到什么时候 呃明年十二月 我说你要抓住我们这个远民台的一个方向 是 严重民族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族群电视台 哦不是说我政府编列议算 反正政府编列议算的都属于公共电视的一环 但是我研究严重民的媒体不是这样子 哦 我们应该要自己训练我们自己的严重民的记者 让他们能够从他们的观点来报道严重民的新闻 这也是我们远民台现在一直在做的 没有错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财团法人 研究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是 这个已经拖了一年了 到今年的九月八号 整个董事会监事会都选出来了 那我对这一次研究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董监事会 我认我认定他是一个经过公正公开透明的一个争选的程序 我们要尊重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研究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是刚成立的 应该给他们一个发表他一个未来宴景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对这个事非常有相当大的期望 不要这个还没有开始运作 你们就提一个公司法第二条的修正案 继续把言民台放在工坊集团 所以我是坚决反对 我坚决反对 因为我觉得说我对研究民族电视台跟你不要以为说客家电视台也是一样的 客家电视台因为他没有法言的依据 他也没有所谓的研究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 没有 我们这个法言的依据是根据93年94年 我们才我才努力的在上一届 我推动这样的一个研究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董事长现在选出来了吗 宏群一教授 很多董事会那些董事都是国内非常得高望重的 对这个传播媒体非常有研究的一些学者 所以我宁可相信说 这是经过公开透明的机制选出来的 我们应该要扶植要培植这样 你不能说我跟工坊集团反其道而行 我又在里面要透过公司法的修正案 要把言民台继续发在工坊集团 那我们原著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成立是干什么 包委员我们这样做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整个原著民的视听文化 可以能够更 而且原著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不只有言民台了 还有报章杂志这些 我们都要透过这样一个文化事业 一个扶植发展 在原著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里面 所以我是希望工坊集团你要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说这本席为什么过去几年来 我一直努力的方向 不要到最后你们又把它 背道而行 所以那个书记长 那你对这个原著民族 这个未来的一个电视台啊 原著民族电视台 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 谢谢委员 我想我们非常了解委员您关心原著民电视台的发展 它的自主性 和它的相关法源的考量 这个我们非常了解尊重 那新闻局推出来的公司法的版本 的确是有邀请相关的学者 还有关心公司发展的学者一起来讨论 那未来这部分还在行政院里面会再讨论一轮 也就是说走出了新闻局之后 在行政院里面 可能会再跟客委会 圆明会相关单位再来讨论 我们在那样的基础里面 我愿意再纳入多一点 包含委员像这样关心原著民台发展的意见 纳住了看怎么样让原民台 不管未来属性为何 它的发展能够有超然独立和自主的一个空间 我们来努力 我曾经过跟圆明会的孙大川主委 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是希望说我们他不反对 就是这个本席的这个意见的这个版本 我们有沟通过 我们也有跟原著民委员也有沟通过 因为我们都非常关心原民台 我说实在原民台 他们几位这些工作同仁 我相信他们是非常努力 非常认真 想经营好这块沿地 传播的沿地 那原民会的孙主委是说 他也支持我的 我的看法 他认为原民台应该还是 不应该是在公广集团里面 但是他希望我们给他一点缓冲的时间 缓冲的时间就是说将来交接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节目不会停停断 他希望说明年还是继续交给公广集团 但是明年如果说继续交给公广集团的话 就凸显不出我们原著民文化事业基金会 等于又要停摆一年 所以我认为这个交接缓冲的时间 不需要到一年 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就好了 三个月到半年 否则的话 你明年如果继续还是委托公广集团来直播 真的我们原著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没有事可以做 没事可以做 那等于我们都看不出来说 原著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有走出他一条自己的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路线 所以我觉得说缓冲的时间是可以带讨论的 但是不需要一年 所以我是希望说这个问题 我真的是拜托我们新闻局的 特别是书记长 你对原著民族媒体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一生是自力研究这个方面 而且我自己也是在专攻这一方面 我是希望说本席的意见 不要老是跟公广集团这边 好像都是跟我们唱反调 那这个是违反我们原著民的 这些一些立场 我们来协调 谢谢委员